哈喽,大家好,我是秦仁 最近啊,疫情的关系 整天关在家里 关到要疯了 关在家里还不是问题 最重要就是我爱吃嘛 然后我就特别想 在这个疫情之前想要去吃一些好吃的 但可惜 因为没办法在澳洲墨尔本 他们全部都关店 只能take away 于是呢,我就整天在家里 划我的IG 划了划了 我就看到,诶 其实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蛮多的高级的餐厅 他们都有做外送的服务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 我最喜欢的一个餐厅 那就是卡利亚啦 然后看到卡利亚了 我就划进去 哇,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太美味了 于是我订了 它的外卖 这个就是我所点的外卖啦 然后这是我所订的呢 就是有Sushi Sashimi Platter 还有跟这个Brown Sugar Boba Cake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很贴心的就是 当他们送它的外卖过来的时候 它也有附送这个冰镇 就是想要保住它的新鲜度吧 然后我们给你看一下它的寿司 看起来也是挺不错的吧 那我们先来试吃 然后过后再来公布价钱 哇,其实我也是等了蛮久的 因为呢 它点这个寿司其实要前几天才能订的 你不能说你当天订 你才能当天拿到 你是要订了过后 它给你时间 那你才可以选择 那这个寿司的配套呢 其实还有两种 一种是Premium的 还有一种是普通的 那这是我所点的呢 就是Sushi and Sashimi Platter 那它的价钱呢 我会在后面来说 里面总共有22片 有5片Simon寿司 然后5片和牛寿司 8片Tuna Sashimi 跟这个4片Simon Sashimi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吗 对不对 那我们点开来看 等了超久的 而且看了它的设置 也是看起来是非常新鲜 那就货不多说来试试看吧 那其实呢 我做这个外送之前呢 我也是有去过它的店里面试试过 那我会把它的影片放在这里 还是这里 Anyway 看起来蛮不错的 那我就选一个Sashimi来试吧 超漂亮 而且超厚的 非常的有扎实感 而且你能试得出它是当天现宰的那种 就非常非常的新鲜 这里有可能为什么就是 如果你要订这个寿司配套的话 要前几天订有可能它只做限量的吧 当天做当天卖出去的意思 第二个的话我就来吃这个 叫什么呢 看看一下 然后这里有Tuna呢 它其实有给8片 但是两种是不一样款的 也就是说4跟4 那这是我刚才吃的是这个 然后第二种我就吃这个 杜拿鱼吧 有没有 超大片的 放一点 哇塞 哇 其实它已经好吃到我不知道 怎样去形容它这个东西 太好吃了吧 这个 OMG 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形容 真的是 虽然我是个厨师 对这些食材 我不知道讲什么 吃就对了啦 那第三块就是这个三文鱼 大片哇塞 再加一点 葱 先来说说吧 那因为我在它的官网的时候 有看到有Premium跟那个普通的版本吗 那Premium的话 它其实里面有蛮多的选择 比起我买的这个 那里面呢 其实有给蛮多的 有给king fish 然后三文鱼 澳洲和牛 然后还有那个三贝 还有虾 哇哦 还有跟那个tasmania 是海胆吗 对应该是海胆 哇是海胆 对对对 哇我觉得蛮不错这个 有可能我会下次来点点看 因为它的照片来看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丰富 哇它的食材够大哦 那非要不多说 我们就去吃这个 这个 寿司 哇 它的饭 日本米饭就是特别好吃 但我有发现到就是 它这个三文鱼的寿司里面好像也有放了一点点的wasabi 所以说 你吃之前要看一下 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吃wasabi的 那如果你是不喜欢吃wasabi的 你点这个就要小心咯 那接下来来到这个亚洲 就是和牛 和牛寿司 对不对 看到吗 哇 超棒的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你可以明显看的 你可以明显看得到它这个和牛寿司 其实是有烤过的感觉 有个人只是切了放在这个寿司上面 并且去烤举它 有点烤的感觉 也就是说他们 会把那个和牛放在上面 然后并且去烤举它 把它的里面的肉汁 渗透到它这个饭里面 那这次来 加点wasabi吧 好了 那目前已经把所有的寿司 已经试吃完了 那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甜饼时间 那这个甜饼呢 其实是蛮特别的 他们自己首创的这个 brown boba sugar 照片来说是挺好看的 哇 好香哦 给你们看看 它还长什么样子 它上面有点放的是 类似那个 creme chantilly 然后下面他们自己做的蛋糕吧 打变他们的这个珍珠 但我必须说啊 其实我上次做的卡利亚的影片 有说到 我其实是可以为了它的甜饼 特地去它的那个餐厅里面吃饭了 它的甜品真的是太好吃了 如其是那个抹茶 辣吧 哇 真的是不行啊 那好 现在来试吃 它的珍珠 搭配它的cream 还有它的cake 意外的其实蛮有诚实感的感觉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吃到里面你有两种的口感 第一个就是很软绵的蛋糕 搭配好那个珍珠 那你吃下去的时候 刚开始入口就是你的那个cream的味道 然后搭配它的那个蛋糕的那个fluffy的感觉 吃到最后呢 你会咬到那个珍珠 那个珍珠它并不是软烂的 它是有代表一点的硬度 那吃下去的时候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头感 同时你能享受到软的跟硬的感觉 其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要再试一下这个它的cream 它的cream 我怀疑有可能是用cheesecream来做的 然后我发现到它的cream 其实是用挤压的方式 深入到它的蛋糕里面 是这样说吗 就是我刚开始因为它的cream 即使是在它的上面而已 但没有想到就是它里面的蛋糕里面 会放入它们的cream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珍珠呢吃起来不会太甜 然后它的珍珠其实煮到一个恰到好处 这个的话我有可能会给很高的份 哇 太过分了 卡利尔为什么做那么好吃的一个甜点 好 现在来说说吧 手工花了多少钱 那其实呢 这个寿司呢 我买的话是里面有22片嘛对不对 然后它的价值是68块 搭配这个brown sugar boba cake 是7块多 忘记了忘记价钱了 哦 搭配这个brown sugar boba cake 13块60千 其实也是蛮贵一下的 我来说说吧 这两个加起来大概81块多 但还没搭配它的一个delivery feed delivery feed是10块钱 那我总共给了大概91块钱 其实也是蛮奢侈一下的说真 但无疑之一的是挺好吃的 那我肯定会回购啦 那下次有可能会点它的便当跟它那个machimachi 它的官网呢 其实有那个便当跟那个machimachi的合作 那有可能下次我还点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还在疫情的当中 我会陆陆续续做这个便当的开箱给大家看 然后呢如果你是住在澳洲的人呢 你也欢迎告诉我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便当 然后呢哪一间餐厅的便当也是好吃的 那我会来买来试试开箱给大家看 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跟按赞 你们订阅分享按赞 是我前进的动力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我先拜拜 等一下 改一下